我们执行,特别注意,这个开发环境 特别注意就是有些细节可能要慢慢熟悉 尤其是你在输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先插入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必要 然后在这个模组的右边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程序,程序把它打上去 这个开发工具相较于 其他的开发环境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安装 其实你只需要怎么样,把它从Excel里面 把它呼叫出来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未来你要处理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用Excel的VBA里面来处理 其实相对的会是最简单的方案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让它把底下所有的门号通通帮我产生的话 这里我会需要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我可以把程式写在这个程序的下方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打一个for for i 等于 那特别注意这个for指的是回圈的叙述 一般在我想其他程式语言里面也蛮多都有for回圈 那使用的方式有点类似的 i的话指的是我要改变的 比如说列号 哪一列 从第四列到103列 所以你可以这样叙述 4空一格到空一格103 Enter打两下 打一个NAS NAS指的是什么 NAS i 意思就是说它的初始值是4 下一个是5 一类推 每一个键格就1就对了 最后的结束值就是103 一直帮我跑到103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刚刚这一行 搬到中间来 那习惯上按个TAP键 让它缩排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它向上 OK NAS把它摆在中间就对 那这边一个缩排 这边一个缩排 那然后的话 后面这个地方 打一个i 把刚刚的4 改成i 直接改i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将来在输出的时候 只要是 刚刚一列 第四列 那全部的 它就帮我从 那个4 改变到103 直接做出 所以会有四个地方 做i的修改 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程式 就完成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OK 底下 它全部都要保完 另外呢 再做一个清除 清除你可以把那个 原来门号的公司 把它选起来之后 按砍售键 拖拉一下 把门号两个字 改成清除 那输出什么呢 你就把等号后面 这些东西全部删掉 改成两个双引号 这两个双引号呢 在 无论在Excel或BBA里面 都叫做空置串 那所谓空置串指的就是什么 帮我把里面的清空的意思 塞一个东西 把里面的全部都变空的 其实这边记得 双引号里面 不要放个空白之类 什么都不要放 就两个双引号 直接执行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刚刚的这个BBA 直接快速的输出到储存格里面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 那当然 将来如果你输出资料 直接在BBA里面输出 有时候不方便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这两个程序 变成两个按钮 OK 那这个地方 怎么样把程序 变成按钮 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两段程式 那这两段程式嘛 云端上也有啦 如果说你打字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错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这两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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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